我叫刘景坤 是中建埃及分公司的安全部经理 自埃及爆发新冠肺炎疫情以来 我逐渐养成了写抗疫日记的习惯 流动人员是疫情传播的最大风险 每天上班后 我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去南大门和安保人员开个碰头会 交代当天的防疫细节 特殊时期 人员和车辆的进出厂事宜 都需要我审核签字 随着复工复产步伐的加快 每天进进出出南大门的人员和车辆非常多 一天下来 经我审核签字的单子多达上百份 对进厂人员及车辆的信息核查 消毒测温的工作量也非常巨大 上午我都会去工地检查 安全生产情况 为了方便跟埃及工人沟通 我专门制作了中阿双语对照的小卡片 没想到实际应用工作中 小卡片对我的工作帮助非常大 诺大的CBT现场平均每天要步行两万多步 A级的气候比较干燥 对消防设施的检查和维护是十分必要的 负责P5标段安全监管工作的余子清 是位资深的老前辈 私下我都叫他余叔 5月份余叔带着他的儿子 从中国乘坐穿航打这个A 这对父子兵毅然决然地踏上了逆行之路 余叔话不多 当再次回到熟悉的工地时 眼神中透出着一种坚定 和许多逆行者一样 余叔他瘦弱的背影此时无比高大 下午我前往标志塔 参加了埃及工程师瓦利德的技术交集会 瓦利德设为技术控 尤其对中国的超高层技术充满了好奇心 日常工作中 他不仅虚心地向中国同事请教学习 还到现场观摩了解试用意 当看到瓦利德女儿可爱的照片时 让我想起了一位女同事 她是设计部的贾凤领 曾经参与阿尔及利亚新机场 和毛里球斯体育场建设 她也有一个可爱的宝宝 贾凤领在工作中 常常结合中国标准 去研究英标 美标和埃及标准的特点 当埃及监理对中国标准有疑问时 贾凤领总能用非常专业的知识 消除监理的各种疑惑 为了向埃及监理更实观地展示中国标准 它的身影经常出现在施工现场 这也算是施工工地上一道美丽的封领线 入夜后 我和同事照常检查了埃及工人 住宿区 实名制入住和测闻情况 虽然有些累了 但是内心却更加充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